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表达的东西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生活的一个阅历 然后来去捕捉生活的灵感 然后来去更清晰的去表达 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会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候发 但是先准备着 没有什么客观因素来阻止我发转机 主要还是我自己想要更清晰的去表达这样一转机 所以说就会一直就是时间会比较长 对 这个时间线 因为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的专辑的主题一直在去 我先定了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上一张专辑是写的是很多非常大的题材 我就是一开始定好 我决定这样专辑要写的是我的 就是写一个小爱的主题 就上一张专辑写完之后 我决定第五张专辑要做这样一个主题 那这个其实是要意味着 我要开始尝试去浮起勇气去分享我的生活 但至于要分享的那个度有多少 我会反复的纠结 后来想一想既然决定要分享了 那就认认真真彻彻底的来分享这个专辑 对 所以就会不断的去剖析自己 因为其实从第四张专辑开始 我已经隐约开始在有这样的一个一点点方向再去这样做 尤其是《好想来这个世界》这首歌 可能大家很多人已经听过 后来我第五张专辑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生活 后来我在21年演唱会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有跟大家就坦诚 就是说《好想来这个世界》其实写的是我自己 但其实也不只是我自己 因为我写这首歌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救我自己 所以我在第五张专辑里面就写了《好想我回来》这首歌 那这首歌其实会区别于《好想来这个世界》的点在于 就是《好想我回来》可能讲的就是我在去真的分享 告诉大家我前几年经历的事情 或者是我前几年一直那个内心的一种挣扎的一个状态 我想把它表达出来 对 所以我说四专可能是在隐喻 但是舞专是开始活生生的再去把自己给全拿出来了 对对对 难怪很多歌曲都非常非常感觉 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其实是觉得我有通过第四张专辑的一些歌曲能够让很多人产生一个思考 会让大家会认真的去开始关注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边人的精神状态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关注我的人是有一定的帮助 同时对这个社会也是有一定的一点点贡献吧 那所以就听到你的分享了 那所以我能总结出比 就是能总结为 比如帮助算是你可能这一年多做音乐的一个关键词吗 或者是绑在那这个功夫吗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人的抗压能力其实是还算很强的 因为强 所以在很多时候 你面对了很多压力的时候 你的内心的浅意识会去忽略掉这些压力 然后除非是遇到了事件 你才会去放大化这个压力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我的这张专辑 我其实好像是在讲一个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把它给剖析到就是非常的细化它 想让大家能够看到自己平时忽略掉的这些细节 但是如果你开始观察到自己的细节的时候 才会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让自己过得更好 或者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方式 让自己不会继续这样迷茫过这种混沌的生活 对而是能够至少有一点点方向 能够让有一点点光 然后让你去去往前走 对可能听起来这句话有点是不是有点太 太悬了 对但是就是有一种 但是我其实就是这样想的 就真的是这样想 就是那种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在聊说相信光这种话 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就是就是会不会很中二 对对但我真的就是这样想 所以其实表面上感觉就是说 你刚才也在讲这张专辑写想我 你刚才感觉你好像就告诉你了 但其实你想起反而更多 就是因为你去希望 对对我觉得这样专辑其实挺难写的 因为我就是我本不 我不爱分享自己的就是状态 面对歌迷啊也是尽量不想让大家担心 但总觉得好像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感觉好像也遇到不少事情 然后但好像大家也都知道可能会反而让大家更担心 我还不如就坦诚地告诉大家我的状态 即使这个状态里面会也仍然存在着就是说我不是一味的美好的人 但是但我觉得至少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之后能够感受到华晨宇的更加的怎么说真实 然后能让大家反而可能好像稍微内心放松一点 其实有分享这件好事 就是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很难写 就是因为我在一直思考生活到底是什么 我每到了一个状态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我记下来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写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我写着写着写着我就会遇到一个误区 就是比如说我21年的时候我在演唱会上面首唱了专辑的前六首歌 然后讲了很多的很美好的画面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是生活吗 虽然我能去我想要努力去看到生活的美好 但我能不能去真的全身心投入到去享受这个生活 但我后来就觉得生活这个词其实很大 生活不是只有美好 我也不能一味的去告诉大家生活只有美好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更真实的 而至于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应该是留给大家来去做选择 但是我把好的和不好的都告诉你的 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其实我这张专辑讲了主要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现实 现实题材 飞行模式 小镇你的花 黑白艺术家 所以我后面的五首歌 就是从好想我回来啊 这首歌开始 一直到那个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 这五首歌 中间这五首歌 是讲的 其实是一直在讲希望 那等于第二个部分是讲的是 我专辑的希望这两个字的前面那个字 西 第三个部分就是在讲忘 忘就是当全世界忘了我 这一首歌 就可能大家听完前面 发首歌的时候会觉得 花花是不是 就是好像变了 变得越来越开朗 然后很积极 很阳光的一个 但是好像花花以前 前面几张专辑写的东西 都能可能听到她内心的一个 孤独的一面 然后突然怎么这么阳光 我其实没变 只是面对生活的方式态度变了 内心的最深处其实是 我觉得是没有变化的 对我来说 演唱会是一个 美好的让我觉得不真实的一个事情 和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但其实当结束之后 我一个人回到房间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会 挣扎的状态还是会存在 对 我可以以为 就比如像 小明 就你当时那种 孤独是 其实是本身的 还是外籍 可以看到 人能不能了解 人能看到 我会觉得你这样 就应该把那种孤独的 那种状态 是藏起来的 而不是真的 就忘掉它 对于外籍 对 有一点点这种状态 我之所以会写这首歌 当全世界忘了我 这个名字其实也是因为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 他问我 他说如果 他的话 如果给你一个 一个选择 让你去选择忘记一件 你人生中的一件事情 你会想要忘记哪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这个题 我就想了很久很久 然后一直想不出答案来 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 回答的是 说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可能没有想要 可能没有想要 让自己忘掉任何事情 但是 如果能让我选 我很希望 能让这个世界忘了我 其实这个状态有点像是 这早该有了吗 突然能够隐身一下 好像你就没有突然发现 没有存在过那种感觉 突然是不是这个世界 就是你会不会被打扰 因为不存在 所以不会被打扰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想要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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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得很小很小很小的 一个状态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我说实话 就是我会这样认为 就是我本不是一个乐观的人 但是我会乐观去 我会用一个乐观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 比如说当全世界忘了我 可能是我 本不是乐观的真实状态 但是我不会让自己 因为这个状态 而不断的去消极和消沉下去 不可能啊 就是人总是要活着嘛 那既然人已经决定要好好活着 那为了自己的生活 那就必须要去扭转它 那就要去尝试跳脱出来 去看这个世界美好 那它就一定是矛盾的 复杂的 是不是讲得太复杂了 有一点 很少听到讲这么的 这个想法其实是我当天 开完我的最后一场演唱会 一结束就开始思考这个话题 我是在我21年演唱会的时候 是六天里的最后一天的 最后一首歌 才唱的是一起看日出 这首歌是首唱嘛 这首歌真的让我感觉到 就是我内心里面充满了温暖和爱 但我不知道听众的感受 但我愿意相信他们 也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一刻我会很想要 就是有一个 就产生这个很 很疯狂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真的和大家一起去看日出 这很有可能 部分的伙伙有可能 在实践或 就暗自一种一件事情 其实可以用那种 直播方式 其实有 但其实挺难实现的 因为我们已经开过会 然后去 因为想要做这件事情 要考虑的部分太多了 一件一件疯狂的事 不是那么好做的 对 然后所以可能各个部门 包括 尤其是第一最重要 就是大家的一个身体状态 然后呢 再就是 看日出的场地 然后还要挑那种 不能太适 适里面 得在很偏的地方 要不然你半夜 演唱会会扰民的 对 然后然后还要 还要找那种 就是 太阳升起的那个位置 是不是一个最最佳的位置 算它那个方位 然后然后又要找一个 很偏的地方 又很偏的地方 交通又很是个麻烦 就什么 各种 各种 不太可能 各种难题 所以 得想要一一解决 对 我其实最理想化 是能够 就是用火星演唱会 能够带大家去看 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是这种感受啊 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那个演唱会形式 它 它其实有点脱离开城市化了 就是 我们城市正常想 就是体育场 体育馆 然后呢 我想脱离这个状态 现在看的 真的就是山水 有一种带大家去玩的感觉 一起 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感觉 与我而言 其实写什么区分 好像都能写 但 就是 纯粹是看 我想表达的东西 它是 它是 它是应该是用什么样的音乐感觉来写 无非就是可能听起来阳光 积极了很多 这个可能是大家想表达的 我这个日子 我刚才讨论的也是 哎 华人姐最近这日子好像过得挺好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过得还还还可以吧 专辑 歌弄完了之后 我的心情就还是比较 哎 比较轻 比较轻松的 偶尔和朋友一起聚一聚 因为我连工作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都感觉很轻松 走哪都吃吃喝喝的 吃吃一定的 我觉得我可能会出去出去玩吧 对啊 转一转 然后找个什么地儿没去过的地方 嗯 玩一会儿 或者去个那种深山里 然后晚上找个地方 或者跟好兄弟一起 或者晚上到附近的那种小镇上找个小酒馆喝喝酒 轻松的那种生活 之前有在那个江浙湖地区倒是有找 因为我觉得那一片还挺春春春天的时候 还挺舒服的 蛮简单的意思 对对 叶子挺很绿 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空气特别好 对 比如像我以前隔江的地方你说你要找个深山的卧屋 其实我们就可能觉得你又要打领号 要去休息了 我真的 我真的去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我还在找地方 我说能不能找 我想找个地方 好像说那种很多深山里面那种 那种有那种宅基地 我还真的思考过说要不要搭个小木屋什么 就是木房子在里面待着 然后放一架琴 感觉每天起来都是那种鸟叫声的感觉 这个是创作的一个好方法 你想中就比如说你每年可以在里面 比如说写专辑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住一段时间 然后再下山了 对没有人找到别找我 就是别找我 大家都别找我 就是那种感觉 但其实这一点其实也就是像 有点像我们这个Cold5 回我们最开始聊的 就是其实你内心就还是喜欢一个独来独往的 当然 对虽然可能我现在在市区 我可以找某种多久找某种多久 对 但如果你要让我最自在 我还是自己带着 对 最自在一定是自己带着 这个有太特别了 好的我也看了这个视频 嗯 我相信大家心情非常非常好 跟我一样 哇 我听完这个视频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他这一段视频讲的非常非常的多 关于他专辑的创作 这边是第四专辑跟这一张专辑 那内容大家刚刚都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讲 反正我觉得 有一个重点就是 关于大哥要办演唱会 如何要跟大家 一起去看日出 我觉得 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疯狂的一个想法 然后要做到的话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嗯 嗯 我自己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可以 像我刚刚讲的 用一种直播方式 然后大家可能约 呃 什么时候 哪一天 然后大哥可能他 跟他的制作人啊 还有他自己的助理去看日出 然后用直播方式 然后 跟和我们一起 约一个早晨 然后一起用直播方式来看日出 然后自己做一个 呃 怎么讲 一个群 聊天室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比较很容易实现 因为真的要看日出 通常那种日出的一个地方啊 真的是很偏僻 然后交通是非常不方便 如果要办演唱会 我觉得 很多很多人都没办法到现场 真的是非常多人没办法到现场 去 看那个演唱会 就一点点比较可惜 当然这个想法是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 嗯 可能某一天真的有办法实现 OK 好 那其他的话 我觉得 就是非常其他的专辑吧 因为我觉得后面有几首歌曲 还没出来的话 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